全民嫩活一起健康 快和白小春一起舞出活力 上抖音搜索抖出嫩活话 参与金乐宝白小春挑战赛 盖子嫩活赢惊喜大奖 我认识他 然后三十年了 他就挣了六十块钱 我找不到活干 他贪喝酒 中午喝 晚上喝 到哪里去找工作 他家父亲就帮了 本来就是想要留给我的 我们他家妹妹说的东西 一会一会一族 他姐会作家 他那就是身中就是母父亲 你家这个事情你再远 你又反不过来了 你怎么做呢 他一直护人 他一直爱人 他一直养人 你要理解他的焦虑 他在为我好 但是他的贼确实太细了 不生孩子 我有错吗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 在地球上延续了五百万年 错的是什么 繁衍 繁衍是什么 生孩子 不生孩子这个论点 本身是没有错的 要求别人一定生孩子 这才是多管闲事 人的一生都在追求美好的目标 对于女人来说 下一个美好的目标就是 拥有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宝宝 我可以创造更多属于我自己的价值 不是为了生孩子而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爸和我妈回家了 我就成了那个矛盾的调和剂 你是把孩子生出来 让他成为他自己 还是仅仅只是成为我们婚姻的一个维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 为爱转生 我是主持人张山 如果您在情感上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和困惑 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 460-828-2299 首先欢迎今天的幸福专家团 首先欢迎婚恋家庭关系专家张一文 心理学专家雷鸣 媒体观察员陆之锐 欢迎法律师朱文蕾 任我简单发声自在快活主张 最具活力的白小纯青春观察员 也会在节目中提供新一代 年轻有趣的独特观点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 我们这个老婆拿得好 就是谁太税了 因为房子这个事情 她老得给我长 这个房子是她父母亲 买给她养老的 现在没有着落了 房子问题 她总是不问不问 我都替她着急 我也有我的难处 在房子上的事情 很烦 我也不想跟她吵 在外面她都讲我是蛮好的 在家里我对她有十分的爱 她只有对我有一分的爱 她经常爱发脾气 有时候还想打我 这样的晚年 我不想跟她再一块过来 我今天过来 也就是为了跟她一个感觉 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房产争夺 矛盾重重 男方消极对待 女方怒气不争 事情背后究竟有怎样的难言之隐 她们今天能否为爱转身 欢迎两位 银女士和侯先生 是吧 二位是谁给我们打电话的 是我打电话 银女士 今天要我们怎么帮你 我想叫她改变她的脾气 少喝酒 少搓烟 还有吗 还有房子的事情 还有房子的事 您二老结婚多久了 我俩没有打结婚证 没打结婚证 嗯 侯先生 您跟这个老伴在一起多少年了 不到30年 不到30年 哪一年在一起的 90年到现在 都没有领证 这个我解释一下 婚姻法司法解释有这样的规定 如果94年2月1号以后 没有领证的 不管同居多长时间 都是同居关系 但是你刚才说 你们90年就在一起了 90年就在一起了 那么由于是在94年2月1号以前 你们就共同生活在一起 并且是以夫妻的名义 稳定的长期的共同生活 所以你们算适时婚姻 你们之间的关系 可以算是夫妻关系 通过朱文雷律师的现场普及 我们知道了 关于适时婚姻 这一概念的法律界定 虽然说存在适时婚姻这一说法 但是对于婚姻 结婚证不仅仅是一张证 更是对婚姻双方权益的一种保障 李女士 这30年日子过得怎么样 不好 不好 苦啊 苦 那您二位现在都退休了吧 在家 她没有工作 她没工作 您还在工作吗 我退休了 退休了 我现在在工作 在那个环卫所 打浪厕所 晚上还在一家 老妈妈 照顾一个老妈妈 100岁的老妈妈 那您现在等于67岁了 在做这两份工啊 嗯 做这两份工 那侯先生您没工作吗 我现在也在 环卫所看厕所 也在 也在这个做清洁是吗 做清洁的 二位都这把年纪了 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啊 她参加工作 才工作一个多有 其实我认识她 然后30年了 她就挣了 原来就是没参加工作之前 就挣了60块钱 30年 30年 30年挣了60块钱 这30年您老公 都没工作过吗 没有 是这样吗 是这样 那也就是说 您从34岁之后 就没去工作过 没去工作过 这是为什么 我找不到活干 找不到活 是找不到活干 还是您嫌弃活 挣得少 也不是嫌弃挣得少 您这个四肢健全 身大力不亏的 怎么会找不到活干呢 不是的 她是贪喝酒 她中午喝半斤 晚上喝半斤 上哪去找工作 就是因为喝酒误事 没了工作 那我想问问您啊 英女士 这30年了 老公都没工作 您也没意见吗 没有 没意见 你就养着这老公 那您太伟大了 我对她老的 对她都是 我背着她母亲 去洗澡 背着她母亲 去看病 她母亲住院 我跟医院看着她 她在家喝酒 侯先生 就是说 其实您跟您妻子 30年的结婚的过程当中 您其实一直没有工作 那我想问 这个家里面的经济来源 是什么 经济来源 一开始 我们个车底下 就是卖 比牛样 也做过小生意的 做过小生意 对 您也做吗 您也帮着忙 我也帮着忙 我也帮着忙 我也跟医院 帮着忙做小生意 不知道 她这么多年 能熬下来不容易啊 挺苦的吧 怎么假的 也不算苦 也算苦 你觉得日子也能过 没工作了 这30年也过下来了 是这意思吗 对 对 就是这意思 对 我就想问问 你们现在 你打两份工 你老公现在还在工作 你们现在 她的钱她拿着 吃喝拉撒都是我的 这些钱 吃喝拉撒都是你的 这些钱 还有什么其他的用处吗 对 小孩子也要给一点 你们还要贴补 你们的孩子 给你家小孩上大学 哎呦天 给小孩付出 就是说你们现在 打的工是为了 贴补第三代了 是吗 等于是孙子是吧 外孙是吗 外孙女 上大学 哎呦天 这次来说 是最大的一个矛盾 除了你老伴脾气不好 爱喝酒之外 还有房子的事 对 这房子怎么了 房子是她为家的付出 为家的付出呢 后来她家里买的那个房子 是留她养老的 这个房子是呢 本来是就是养了 给我的 留给我的 房子是谁的房子 我家父亲的房子 老父亲的房子 对 你们家有多少兄弟姐妹 五个 五个兄弟姐妹 你是老几啊 我是老三 你是老三 那老父亲老母亲 现在还健在吗 都不在了 都不在了 那这套房子是父亲的房子 是父亲的房子 父亲的房子 那当时 为什么会说是留给你呢 你们不是有五个兄弟姐妹吗 当时这个房子呢 俺家总共是两套房子 那套房子 那套房子 给俺家弟弟了 我这套房子呢 是我 俺家父亲胆妹 分的 旧房子 旧房子扯钱还原了 这套房子就是 给我养老的 为什么单单给你养老 你们家就两个男孩 是吧 对 两个男孩 所以老爷子的 父母的遗产 基本上就给了两个儿子了 对对对 一套房子等于给了你弟弟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套给你是这样的 对 是吧 那 这个是当时已经 约定好的吗 约定好的 有文字的东西吗 有文字的东西 有文字的东西 对 那不是顺理成章吗 现在父母也去说 顺理成章现在就是这样的 俺家父母去 在活着 活着的时候 答应给我的 可能都签过字的 都答应给我的 后来俺家父亲去世过以后 怎么这个房子 怎么俺家妹妹 收留都一欧欲费 一族 这个一族呢 就是一半给俺家妹妹 就是俺家父亲那一半 给俺家妹妹 俺家母亲这一半呢 就是俺们姊妹五个分 等于本来你是有百分之百的 现在你变成了百分之十 对 是这样吗 对 说一下 他那就是 私度就是不夫妻 紧张有这个事情 跟我吵架 紧张自己吵架 好 好 是这意思吧 是的 是这意思 英女士 是这意思 那我现在想问你啊 这件事 你老公说的是事实 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对 对吧 但是你老公刚刚讲了 这个事 你跟他闹干什么呢 我跟他 你不是应该去 你们应该一起去跟 他的兄弟姐妹们去 理论一下这个事吗 人家判过了 他也不知识了 他有他们三个 是弄的家政 后来你们去了法院 打官司了是吗 嗯 打官司了 当时呢 我呢是法律援助的 打官司了 判下来的结果是什么 判了就是俺妹妹 那一份给俺妹妹 就是法院认定了 后面的那份遗嘱 对对对 是这意思吗 就是没有支持 你们前面的 所谓的那份协议 没有 他讲 我那份协议是 是前面的 这个遗嘱是后面的 前面的那份呢 他就给否定了 那也就是说 这件事就是被 盖棺定论了 对对 盖棺定论了 对吧 法律已经认可了 对 所以现在法律认可 这个房子就是一半 是你妹妹的 对 剩下一半的五分之一 是你的 对对对 就是这样 所以你老婆很气不过 对对 他就是气不过 那我就想问问你 你呢 你什么感觉 我怎么觉得 我就明明知道 他们坐在家 我也告不清 我现在已经 法院现在已经判过了 我想怎么弄呢 对 不是 那你觉得这件事 你老婆生气应该吗 这意思吗 他也处于信号 对 但是他的嘴确实太碎了 我知道 我明白 你就是嫌他烦了 嫌他烦了 这件事确实是一件 很窝囊的事 很窝囊的 但问题是已经这样了 你就别说了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你们刚才在讲的时候 我就在看你们讲的两个文书 首先呢 第一个 说把房子百分之百给你这一个 这个不是一个遗嘱 这个是一个证语 对对对 上面写的是说 因为我年龄已高 年岁已大 我同老伴商量决定 将此套住房产权 办给儿子 就是你的名下 请贵公司给予解决为谢 那也就是说 你父亲准备在生前 就把这套房子 过在你的名下 这个在法律上叫赠语 但是赠语呢 按照合同法第186条的规定 它有这么一个规定 赠语 在赠语财产的权力转移之前 是随时可以撤销的 什么意思呢 我说我把我的手机送给你 我如果手机给到你手里了 这个时候我不能反悔了 但是我还没有给你的时候 我说我把手机送给你 但是我突然又说 我不想给了 是可以的 我可以反悔 房子呢 什么算转移呢 要办产权证 如果你父亲当时 把产权落在了你的名下 那这个赠语就成立了 谁也改不了 但是事实上 这个房子一直就落在你父亲名下 对吗 那也就是这个赠语一直没有生效 即使后面没有这个遗嘱 即使后面没有第二份遗嘱 这个房子仍然不是你百分之百 那就是你父亲的遗产 如果没有遗嘱 这个房子就是你父亲的遗产 你们子女平均分 所以你要拿百分之百 这个肯定是拿不到的 这是第一个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一个遗嘱 这个遗嘱呢 写得非常清楚 你父亲说 在我百年之后 该套房屋中 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份额 由二女儿个人继承 那么这个遗嘱表达得非常清楚 他的一部分 也就这套房子 是你父亲和你母亲的共同财产 他的份额是一半 他的一半归他的二女儿所有 剩下的一半 是你母亲的 你母亲如果没有表态 那么作为法定继承 是由你们五个子女一人一份 所以就这个遗嘱来说 法院判决是没有问题的 除非你能证明 这个遗嘱是假的 那么刚才我也听到了 你有怀疑 但是你的怀疑 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 能够证明 我看了这个遗嘱还不是他自己光自己写的 他是经过见证的 有见证人是一个代书遗嘱 有见证 有见证单位的章 有见证人的签名 最后法院认定 这份遗嘱 它是真实有效的 所以除非你有证据 能够推翻这份遗嘱 能够证明这个遗嘱 当时确实是假的 是他们联合了见证人 一起来伪造的 否则的话 这份遗嘱就是有效的 法院的判决就是正确的 所以不是说你老公不努力 他的努力必须要有证据 来足以推翻这个遗嘱 所以朱律师 从你的经验上面来说 这份遗嘱就目前上面来看 它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我觉得是比较可信的 因为你要说所有的人 不光是二女儿 一个人 他还有四个兄弟姐妹 和法律服务所的工作人员 两个见证人 一起串通 要做一个假的东西 而且这上还有你父亲本人的签名 首印 所有这些都要是假的 我觉得至少在目前 没有证据来证明你这个观点 所以其实他如果在当时 父亲给他赠予的承诺的时候 他就把这事办了 就不会有后续的这些变故了 如果当时赠予的时候 产权就办到你宁下 那房子就是你的了 那个时候你父亲就没有权力 再来处分这个房子 他那个时候如果再写一个遗嘱说 我的房子给谁给谁 已经没有用了 因为房子已经不是他的了 不是的 李女士 其实是这样 我们这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你知道法院存在的意义 就是当一些事情有疑问 当一些事情没有办法确定 或者说当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的时候 法院依据法律公正的原则 做出了一个这样的判断 它是有法律效力的 另外一方面 在经由我们非常有经验的 朱律师的判断 几乎可以判定 也许从你们的心理上面 难以接受 这个事情的变化有这么大 就是本来是全是我的 但是一夜之间 怎么突然变成了 只有我的十分之一了 可问题是 现在不论是遗嘱的内容 还是法院的判决结果 都支持了这个结果 所以我只是想说的 李女士 如果我们还沉 就是还沉浸在 这种患得患失的情绪当中 我觉得于事无补 不是的 法院已经判过了 你现在你想改也改不掉了 对 天天因为这个事 天天堵了 你都翻死掉了 都知道 你看这个事情 你再远 你反不过来了 你怎么能 你不能老堵了 天天堵了 天天堵了 你知道你老公 不是的 你看你永远都 第一 你喜欢否定别人 第一句话 不管说什么都是 不是 第二 你对一个陌生人 对一个有专业资质背景的人 都能产生如此大的不信任 或者想反驳他 我能够想象 你老公每天面对你的质疑的时候 他的压力有多大 面对法院的判决和现场专家的解释 尹梅始终不愿意接受和面对 他一直想要让丈夫 争得这道房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当初到底又是什么原因 没能重新办理房产证呢 不是的 这个房子 本来是应该他 他爸给的钱 叫他办 办去办房卡的 本来是写是他的名字 因为我们是办路上的 他就 他怕这个房子 他写是他父亲的名字 尹女士 这个错误已经是这样 这房子我现在就告诉你 不管怎么样 它就10%了 怎么办呢 你告诉我 不是讲怎么办了 不是 就不是讲怎么办 你看 不是讲 那你想怎么样 我就欢迎 不是说是他的 他就要 不是他的 他不要 现在就不是他的 但是我不想他的 我没有他 他已经告诉你了 这个房子确实不是他的 他姐会作家 你想他怎么做 你告诉我 我来帮你分析一下 你要是这个意思 他那个假证明 他的话遗嘱 要是原件 拿给律师看 正来 我们有意见 假的 该是他的 一定给他 遗嘱当时在法院 审理的时候 出事的是原件 他出事原件 他还能作假 对啊 所以人家出事了原件 你说是假的 但是假的呢 你又没有证据 那我现在就按照你说 你说下一步 应该怎么做 下一步 就叫你们出造了吧 你比如说我们讲的方法 第一打官司 打过了 第二到公安机关报案 那公安机关就目前的材料 一定是不受理 第三还怎么做 他不是造过 就算对这个事情不甘心 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你告诉我 就说那个 就是那个 来这样 李女士 我打断你一下 你现在这么不甘心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 你刚刚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叫做这个房子我也不贪他的 也跟我没关系 他由他 由他让老的 那你现在这么不甘心的原因 是不是特别替你老公 觉得亏 觉得 委屈 觉得不公平 对 是吧 是这样 对 可是你明白吗 不管 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亏 真的委屈 真的不公平 这件事情的事实 已经没有办法去解决了 而你为一个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整天把你老公都快逼疯了 你觉得 你的这份好心 办的是一件好事吗 我没逼他 他就到法院的时候 到法院的时候 我就讲了 小三 他是你的 你就要 他给你 就要 不给你 你也别生气 他那房子 那房子 一个亏 吃在这儿了 吃亏了是吧 吃亏了 本来那房子 你要是给正梦回来 那房子 能让咱家日子 过得好一点 摆明了是咱的 然后还吃这亏 他是不是欠了咱的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他亏 他是姊妹妹 他弟弟 他给他弟弟出钱了 尹大姐 他弟弟是 尹大姐 您看这么着成不成 从今儿起 回到家 以您 作为总指挥 以他 作为执行者 您出主意 他执行 他过往这好几十年 那该做到的 没做到的 多了去了 对吧 咱们一桩桩 一件件 都记在心里 从今儿开始 回去之后 咱们就变成指挥 老公就变成执行 去跟你的兄弟姐妹要 要来要不来 是结果 去不去要 是太 面对也没对丈夫侯云山的长期不满 现场专家们也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 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也没自己又有怎么样的打算呢 他一直护着你 他一直爱着你 他一直养着你 你要理解他的焦虑 我也知道啊 你还得为我好啊 我早辈子的时候 那个辈子里一辣 还有酒瓶香 你希望老公做些什么样的改变 我又不吃烟 又不喝酒 还又不打麻将 就是悲天黑夜泪 你要为我想想 想了半天 提了三个要求 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 振脱出了侯大爷 您这三十年幸福的生活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三十年 你也带着你这个老伴一起幸福 全民嫩活一起健康 快和白小春一起五出活力 上抖音搜索抖出嫩活范 参与君勒宝白小春挑战赛 盖子嫩活赢惊喜大奖 这三十年日子过得怎么样 不好 不好 苦啊 苦 其实我认识他 他就挣了六十块钱 我找不到活干 他贪喝酒 这无可 晚上喝不上哪去找工作 俺家父亲都帮了 本来就是原来留给我的 我们俺家妹妹手里都有一费一足 就是俺家父亲那一半家 跟俺家妹妹 俺家母亲这一半呢 就是俺们姊妹五个分 他姐会作家 他他就是私度就是补服界 人家这个事情你再远 你反不过来了 你怎么着呢 我觉得台上就像一个大姐姐 三十年来一直在照顾着一个小弟 我觉得这个银女士讲的特别对 咱们这个侯先生啊 您六十多岁 长我很多 但我觉得您真的还像个小孩子 这个姐姐啊 这么多年 风风雨雨 撑着这个家 保护着你 我刚刚其实一直都在想 我说这位大姐 为什么这么这么的怨恨 这么的需要明知道一件事情 连法院都判了的事情 她还是这么不公平 这么委屈 侯先生你知道她是为什么 我也知道 她是为我好 没错 坐在对面的这个女人 这三十年来 其实在你的生命当中 扮演了多重的角色 她一直护着你 她一直爱着你 她一直养着你 所以你能明白 她为什么嘴碎了 但是任何一样身份 都已经可能让她 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操劳了 我只是希望跟侯先生讲 我试图让你能够理解一些 她为什么天天在我喝酒的时候 叠叠不休 叠叠不休 真的好烦啊 我要告诉你的事 你要理解她一点 你要理解一个 跟你结婚三十年 让你三十年都不用工作的女人 她的焦虑 你要理解一个 年纪比你大四岁 但是依旧在你的身边 看着你对不公平对待的时候 你不作为她的那种焦虑 你要想着这个女人 你们现在快七十岁了 可是这位女人依旧打着两份工 做着很辛苦的职业 是为了去贴补你们的第三代 我想当你在一杯一杯喝着小酒的时候 你能稍微体谅一点 这个女人的难处 以及在适当的时候 给她一些温柔的关怀 或者温暖 这是我想讲的 我非常非常心疼 坐在你对面的这位大姐 我觉得她不容易 所以在你抱怨她很烦的时候 也请心疼她一点 我就是这个女人 我是这样想 我们都已经老了 你要对我一点关系 对我一点爱护 她是没有的 那就是最近几天 我买了一罐的奶 总共买两罐 我留给她喝的 我想想我也要喝一点 我要把身体搞好 要好好的活着 我想你也要喝点奶 要把身体搞好 我要在家的时候 我扫饭 她就吃 我要不在家了 她不吃饭 就去干活去了 就最近 你那个买的仙菜 我想你这个仙菜有点老了 她那老了 老了就搬 她还发脾气 有什么话好好讲 不要发脾气 小事也发 大半正言大的事也发 明白 来侯大爷 今天老婆来 有这么多的难过 咱们能做一些改变吗 让老婆稍微觉得 有点温暖 稍微觉得这个老公 对她是有爱的 能吗 可以 可以 好 那我来问一下 尹女士 这个苦水 咱就不倒了 好不好 你想想看 今天你到这儿来 找我们帮你调节 对吧 你想想看 你希望老公 做些什么样的改变 你心里面就舒服一点 她都过老出现了 我希望她少喝酒 我找东西 找被子的时候 我一听到被子的一辣 还有酒瓶香 就是到处都有酒藏着是吗 对 第一个 先第一个 少喝酒是吧 不是 那你这样 她也别偷喝了 你给她放点量 让她能喝得 喝得舒服 不就行了吗 比如说 中午三两 晚上三两 你别偷喝了 行不行 那你说多少 就让那个杯子 一天一杯 一盆一杯酒 一盆一天一杯酒 平常的时候 别偷喝了 行不行 老哥 行吗 可以可以 说话要算话 说话算话 老哥 其实是这样的 老哥 你现在是两条路 第一呢 你稍微做一些改变 你小日子继续过得 舒舒服服 第二条路 你老婆现在 已经觉得很委屈了 如果你不做出一些改变 接下来 您今年六十多 马上七十岁了 很有可能身边 连一个能照顾你 和你说说话 帮你弄点老的 馅菜烧一烧的人都没有 所以 接下来我要问你 老婆给你提的要求 晚上一顿 中午一顿 一次一杯 剩下的时间 别偷喝酒了 行不行 可以 可以 说话算话 说话算话吗 算话 算话 好 第一个少喝酒 老公答应了 第二个 第二个 眼也少抽 少抽点 行吗 老婆 您这个老婆 前面提的两条 都是为了你好 你听得出来吗 也许你心里面觉得 哎呀 真实的 不就抽点烟 喝点酒 老婆 您现在六十多岁 快七十岁 抽烟 喝酒 都是你健康 最大的隐患 老婆是为你好 你明白吗 你可能每天 少抽一包烟 您能多活五年到八年 您愿意吗 可以 可以 说话算话吗 少抽点 就少抽点 说话算话吗 算话 算话 好了 还有什么要求 以后不要发脾气 有什么事好好讲 要小声一点 不要发脾气 叫小声 不要发脾气 嗯 什么算小声 标准是什么 标准要声音要低一点 不要那么高 像她现在跟我们这样说话行吗 可以 她是不是没这么低声地跟你说过话 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会觉得 这样的要求实在是太琐碎了 这样的要求实在是太不值一提了 可是你们知道 我从这些要求的背后看到了什么吗 我看到了一个 真的 真的叫无私奉献的女人 哎 你说她熬了三十多年 对这个男人好 今天来到电视台的平台上面 想了半天 提了三个要求 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 衬托出了侯大哥 您这三十年幸福的生活 也许你们的物质 不是那么的丰富 也许你们的生活条件 不是那么的优越 可我觉得您这三十年 过得真幸福 如果这三十年 您过得不苦的话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三十年 你也带着你这个老伴 一起幸福 也让他 心暖一点 过得 好一点 真的 行吗 你有什么话想跟老婆说说吗 我觉得大姐还能提出什么 更过分的要求吗 我现在给你一个任务 你提一个你这辈子觉得 这三十年觉得最过分的要求 我帮你说服你老公 你提一个最过分的要求 提一个 我们所有的专家帮你说服你老公 只要你能想得出来 我又要求 以后你的钱你拿着 不要跟我两个算账 一算账就吵架 但是我又不吃烟 又不喝酒 还又不打麻将 就是被天黑夜里 你要为我想象 对我好一点 这样侯大爷 你想一件事情行吗 就是你现在愿意和他一起做一件什么事 也没对丈夫提出的要求 我躲给他 我就想这个世界 这是实在事 对 比如像发言盼国视频网方的 我就是视频网方的转了他名下 大姐 我要劝您一句 日子呢是自己过的 老想着别人欠你多少 老想着这世界对你们有多不公平 我告诉你 最大的不幸来自于比较 别比 该争的利益 不管是让你老公去争 还是咱们去法院打官司 寸步不让 但是生活还是属于你自己 怎么权衡怎么选择 还是你自己去选 你明白吗 明白 老公刚刚那个表态你觉得怎么样 听到心里面舒服吗 哪怕就是百分之十 我也把它给我老婆 他以后要改变了 不要让我生气 实际我这个人够宽容的 一点不仅仅计较 所以其实你也并不在乎 这个百分之十是不是给你 我不是要 不是为了钱 我是为了他要好好的 行 来 侯大爷还有什么想跟老婆说的吗 我请我对你好 不算你时间了 大姐 你今天满意吗 好 来 接下来到两位的表白时间 越简单越快活 接下来进入白小春告白时间 三十年前 彼此选择在一起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 今天来到我们为爱转身 其实说实话 你们之间的感情 尤其是这位大姐 对这段婚姻和关系的付出 我们看得都非常感动 那在今天这样的时刻 侯大哥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难得可以向你的老婆表达一下 你内心的感受 你好好组织一下 我希望你至少能讲超过三句话 这个要求不高吧 看着老伴 来 我几乎不会让你生气了 我讲话小声的 不去找了吗 那么大年龄了 几乎我不会打你了 你你是有什么想说的吗 以后他烧喝酒烧抽烟 不要发不发脾气 我就很幸福了 好 来 接下来到两位的选择时间 越简单越快活 接下来进入白小春选择时间 结婚三十年的一对夫妻 因为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 来到为爱转身的舞台 希望能够寻求到帮助 经过今天的调节 双方是否能够冰释前嫌 共同走 接下来的余生呢 两位请听好 倒计十五秒之后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 如果想继续在一起 请按钮转身 如果想离婚 请离开这个舞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全民嫩活一起健康 快和白小春一起五出活力 上抖音搜索走出嫩活范 参与君乐宝白小春挑战赛 盖子嫩活赢惊喜大奖 如果想继续在一起 请按钮转身 如果想离婚 请离开这个舞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我会从你红色玫瑰 你别那一身眼泪想回 来两位请到舞台中间 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 才会真正 谢谢 谢谢 现在朝阴往前一步 很高兴能看到你们这样牵手啊 这样的爱情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然后希望大姐从今天开始 开始学习 好好的对自己好 你就对自己好了 你老公才知道 你想要什么 他才能知道给你什么才叫好 其实我非常感动 这可能是我做为爱这么多年来 看了这么多案例 今天非常感动的一期节目 我感动于 尹大姐对于这份爱 对于这个家庭 对于这个男人的付出 所以 侯大爷 这个领证拍张照片 有空的时候 带大姐 哪怕去公园散散步 好吗 别让他白白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行吗 好 这个案例涉及到一个遗嘱的问题 随着个人的财富越来越多 遗嘱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但是遗嘱有一个特点 遗嘱一旦发生效力 起作用的时候 是在立遗嘱人死亡以后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当对遗嘱的内容发生争议的时候 你是不能够回过头来说 让立遗嘱人来解释 或者补充 我当时是什么意思 因此法律对于遗嘱的刑事要件 要求的非常严格 就是立遗嘱 你必须按照一定的得势来 差了一点都会认定为无效 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案子 本人书写内容非常清楚 也自己亲笔签名 我们也知道 这个确实是他的意思 因为他也在多种场合说过 我将来以后 我的财产要留给谁 完全一致 但是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落上年月 而法律规定 自书遗嘱 并须有明确的年月日 因此遗嘱差了一点都不行 所以我建议 如果说对遗嘱有需求的人 或者说家庭财产比较丰厚的人 在立遗嘱之前 最好去咨询专业人士 以免自己最后的意愿 没有能够得到实现 好的 再一次祝福 祝福二位 希望接下来你们的晚年生活 能够幸福美满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休息一下 我对今天的条件很满意 我对老头的表态 我非常高兴 明天以后 我们两个好好地在一起 不要吵架 我答应他的 我结婚一定能做到 稍抽烟 稍喝酒 好好地上班 坚定我老婆的压力 当你再也感受不到爱的快乐 可能是因为你们的爱 已不再单纯 愿每个人都能找回那颗单纯的心 越简单越快活 爱是如此 生活 亦是如此 如果您在婚姻情感中 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和困惑 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 460-828-2299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白小春嫩活发生环节 不生孩子有错吗 结婚生子是大多数人都会经历的过程 孩子也可以视作婚姻的里程碑 而在生活中也存在着另一些人 他们因为不愿意生孩子 而承受着压力 老师不能给孩子好的生活 那还不如先不生呢 我跟你说 这是自私明白吗 你们想过老人的感受吗 这都什么年代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谁规定结婚非得生孩子呀 不生孩子没错 那不生孩子结婚干什么呀 在未爱转身的节目当中 也时常能看到 由于一方不愿意生孩子 而引发的矛盾 我特别想要一个女儿 我就特别迷恋别人有女儿 我们两个还好 世界到这 比如说结婚生孩子 这个一定是 绝对是不行 绝对不行 在未爱转身的官方走音台上 很多网友对这个话题 也发表了观点 有网友说 不生孩子就代表没有真心 也有网友认为 两个人就算没有孩子 也一样会幸福 不生孩子究竟 有没有错 对于这个话题 六位观察员 又会有着怎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观点 可能男生跟女生 在这个上面 就会有很大的分歧 我来看看今天 这半边是 有错还是没错 有错 就是这半边 都是要生孩子的 对 你老是站在 男性的对立面上面 这位老高同事 那我先说自己观点 等一下 别着急 这边呢 这边都是坚持的 不生孩子没错 没错 千万别生 坚持的不生孩子的 年轻的朋友 艳婉为什么作为女孩 会不想当妈妈吗 我觉得待会我会跟你说的 她可能不是自己不想当妈妈 她只是支持这个观点 对 好 来 六位 准备好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 白小纯嫩活发生时间 不生孩子有错 而且是大大的错 不生孩子呢 是极度自私的表现 生孩子是对家人 对社会的一种负责 生物的本能就是繁衍后代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 在地球上延续了500万年 叫的是什么 繁衍 繁衍是什么 生孩子 熊猫为什么是病危物种啊 因为她生育率低啊 人口老龄化 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 试问你们的父母 如果不生孩子 哪有我们在座的 各位站在这边辩论呢 到底是你们还是我们 现在我们这一代人 接过生孩子的接力棒 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生 你的这个要生孩子的 迫切的心情 我们已经完全了解到了 非常的忧伯 担心全人类 对 对 对 来 我今天要坚决地站在认为 不生孩子没有错这个立场上 因为老高刚刚最后的观点 非常之吓人 难道人类就是用来繁衍的吗 人类能够进化至今 我觉得是因为人 在进化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生存的意义 我觉得推别人生孩子 这本身是一种非常自私的行为 如果两个不太愿意 要小朋友的夫妻 他们在这样的社会压力和舆论之下 生出了孩子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他们或许不如别的家长 那么有责任心 很多的父母说 没事 你生下来就行了 我们帮你带 你们真的认可这样的行为吗 难道不是希望自己可以培养他 从小到大见证他成长的过程 还是说仅仅我是一个工具 我生下来完成这样的事业就可以了 这本身不是人类繁衍的最终目的 所以我觉得 不生孩子这个论点本身是没有错的 要求别人一定生孩子 这才是多管闲事 我认为不生孩子是有错的 什么样的女人最有味道 最有味道的女人 就是有女人味的女人 那怎么样有女人味呢 时间的推移 岁月的沉淀 让她拥有了这种魅力 是很多年轻女孩没有的 像我现在就没有孩子 但是我相信 如果我有了孩子之后 我所散发出来的魅力 一定会比现在更强 更加地闪亮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在我们成长的历程中 我们其实都在不停地去追寻美好的东西 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希望可能有一些美好的未来 可是我们长大之后 可能我们希望有好的工作 到了一定的时间段 我们又希望有个好的伴侣 有了好的伴侣 我们又希望有好的家庭 那么下一个人生目标是什么呢 人的一生都在追求美好的目标 可能我们对于女人来说 下一个美好的目标就是 拥有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宝宝 然后把她培养成一个国家的栋梁之才 所以我觉得其实她是一个女人 这一生必经的之路 所以说我觉得女人一定要生孩子 不生孩子就是错误的 其实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会建立在叫做 不生孩子我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我体会不到人生的意义对不对 我的家庭是不完整的 我的婚姻是不完整的 可问题就在于 被生下来的这个孩子 凭什么要成为 你成就自己人生的一个意义 他凭什么要成为 你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们应该站在孩子的角度 去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原生家庭的不幸福 导致他最后在整个人生当中 都处于一个非常自意的一个状态 他的人生也不幸福 所以问题就在于 很多父母其实在生孩子之前 并没有学会怎么去当这个父母 当你不会去当父母的时候 这个孩子对于你来说 其实他可能就是 与别的孩子相比较的一个工具 你从来没有站在 这个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 他到底想不想要被生到 这个世界上来 所以我觉得 如果我们对于父母的教育 还没有前进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任何一个小生命的诞生 都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不负责任 因此我觉得 不生孩子没有任何的错误 终于到我说了 这个话题我特别想说 怎么说呢 就举个上个礼拜的例子吧 我爸和我妈吵架了 他们几十岁的人了 是不可能拉下老脸去跟对方道歉的 然后我又成了我老爸的卧底 我妈的密探 我就走到我爸面前说 爸你知道吗 哎呀妈那点小脾气是不是 你就让着他点杯 走到我妈面前就说了 妈你知道吧 爸爸他已经知道错了 他跟我说过了 等到他们处在一个共处的空间当中的时候 用一种只有他们懂的方式 试怀了 我就成了那个矛盾的调和剂 我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所以当时在说生不生孩子 我觉得这是不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而是这个孩子 他在这当中所处在的一个纽带的作用 第二个呢 你们一直在谈论负责和不负责 自私和不自私的问题 我想说自私的是我们 不负责的是你们 中华民族有个传统美则是什么 孝顺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其实没有孩子就是一种不孝顺的表现 你爸妈肯定是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 而是不应该的问题 刚才丹丹也说了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这是孟子说过的一句话 但是你知道他后面说的是什么吗 孟子最后说的是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顺不告而取 而无后也 什么意思 真正的意思不是说他没有生孩子 顺不告而取 是因为顺取了自己的妻子 没有告诉父母 所以他说为无后也 这是你没有尽到后代的责任 并没有说他生不生孩子 跟他生不生孩子没有一丁点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我们后辈的人 完全是曲解了古人的这个意思 所以才会让我们一直认为 没有孩子就是不孝顺的 我一直觉得25岁到30岁个年龄 实在是太可怕了 因为你无时无刻都在面临着家长催婚啊 然后还要让你催生孩子 那我就冷静地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生孩子是我的自由 跟别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疼痛感不一样 医疗等级上十级而分娩就达到了九级 咱们都是女生吧 我觉得你都会有一点点害怕 如果你都没有做好那个准备 我为什么要去生孩子 刚才前方也有说 如果没有父母 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间上的 是啊没有父母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 把我养育得这么好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 抚养我的这个责任和义务 所以每个人来到世间的使命不一样 我觉得我的使命 不是为了生孩子而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创造更多属于我自己的价值 最后一首诗来自为我的结语 每个人来到世间的使命不一样 我觉得我的使命 不是为了生孩子而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创造更多属于我自己的价值 最后一首诗来作为我的结语 轻轻地 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不带走一片云彩 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自由讨论时间 对方其实说到一个很关键的点 叫做孩子是父母的婚姻的一个调解器 对 可是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了 倘若没有你这个孩子 你父母的婚姻就延续不下去吗 难道非得有一个孩子 才能让两个人的婚姻更加美满吗 你是把孩子到底生出来 让他成为一个成为他自己 还是真仅只是成为你们婚姻的一个维系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把孩子已经作为一个具象化的工具了 当出现了矛盾或者分歧的时候 孩子的作用会凸显一点 就是说有孩子会比没有孩子好 本来两个人是没有一个对话的空间的 我可能是不了解你的 然后你也是不了解我的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 我们中间的那层隔膜 很容易就被捅破掉了 孩子的价值是一个相对的 而不是一个绝对的 是 丹丹刚刚说得很好 也正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我们今天虽然战成了两个阵营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 大概率将来都会有孩子 这就是像你们前面列举的 无非是一些我在那个当下 我的需求 或者因为压力 或者就是我本人 想要一个孩子来陪我玩了 等等等等 都没有问题 我们可能会有孩子 但是你刚刚也说了 有孩子和没孩子 可能它是一个比较级的 你觉得说 当夫妻之间出现了矛盾的时候 可能是有孩子比较好 但它不是绝对的 这是你刚刚跟我们说的 但是今天的问题非常绝对 不生孩子有错吗 可以这样评价吗 生孩子这件事情本身 你刚刚也说了 是一个相对更好 但它绝没有对错 如果一个男孩子 或者是你的另一半 他对你说 我不想让你生孩子 那么这个可能性呢 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呢 就是他压力过大 可能是经济的压力 或者是可能是一些特殊的原因 第二种呢 就是他不够爱你 他怕生了这个小孩之后 我们的感情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这个小孩会成为我们的累赘 所以如果从男性的角度上 他告诉这个女方说 我不想要孩子 那么你一定要去 认认真真地考量 他对你的爱到底有多深 首先我一直认为 生孩子他一个人也生不出来 对不对 他一定是夫妻两个 共同商量的结果 但是比如说你们在婚前 我们举例子 没有达成过共识 关于生不生孩子 就到那个时候了 你想要 你老公不想要 那么不想要的那一方 他的思想是错的吗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商量 最终我们可以要 但你难道不允许 你的另一半 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想放飞自我 我想拥有我自己的世界 我想自己去成长 我不想要这个小孩 我怕这个小孩 会耽误我的很多事情 可是到了一定的年龄阶段 到了40岁50岁的时候 身边的同龄人 他们的小孩子都已经长大了 都有陪伴 自己一个人很孤独的时候 那如果这个时候 你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那你一个人在那孤独 难道要孤独终老吗 这个时候就需要小朋友 这样一个陪伴 所以那个时候 我有了解过很多 大龄的这种女性 她们是很遗憾 很后悔的 所以她们才会去采取 更多的方式 去拥有这个小孩 因为她们年轻时 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四五十岁的女性 她到那个时候 可以有遗憾 但是我们外界 可以去评价 你没有孩子 你是错的吗 你是从她的人生经历 来分享 她告诉你 我可能以前 应该要一个孩子 可是你可以主动去评判 另外一批 到了四五十 仍旧没有孩子的女性 你说你是错的吗 还回到这个题目本身 那我想讨论的 就是这个有错 它错在哪里 第一个 不负责 对自己 因为其实你也知道 能够延续下去的 包括你自己 包括你自己的未来 其实要有一个传承的 是吧 就比如说拿个最简单的例子 来说好了 你老了以后 生病的时候 就没有人会去照顾你 知道吗 其实想想它是蛮悲惨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就是错在自私 刚才那个燕丸也说了嘛 因为可能会痛 然后我就不想生孩子 因为付出的代价有点多 他们会对冲 就是包括在这其中 出现的一些经历啊 付出 包括物质的付出 导致我就不想生孩子 或者说生孩子之后 我就不自由了 对吧 所以这都是站在 自己的角度去考虑的 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 虽然对合措是对立的 但是其实在生孩子 这件事情上来讲 因为你明知道 大多数人会选择 对吗 其实我们讨论的是 当这个社会上 有部分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 你是否允许 在社会进步的前提下 有这部分人存在 我们其实都知道 这个话题 就是其实生不生孩子 应该是每个人 自由的选择 和每个人自由的权利 生不生 以及什么时候生 什么阶段生 生出来你能对这个孩子 负到什么样的责任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系统性的 非常巨大的工程 也需要更加慎重 更加聪明地去安排 所以不论生还是不生 这都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 这也是每个人的权利 觉得不生孩子 没有错的人 大概率都是觉得 我非常地追求 自由和个人的选择 但是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命题 不生孩子有错吗 大概我们指的不是那些 独身主义者 和由于一些无奈之处 和孩子没有缘分那些人 我们应该指的是那些 可能因为特别怕生孩子疼 或者特别怕生孩子之后 承担不起做父母的责任 以及比较畏惧 接下来的生活当中 失去了大部分的自由 我的人生开始变着被另一个小孩 所依附的那个状态之下 我们要不要生孩子 如果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 是因为怕这些 我的观点又会变成 我觉得不生孩子是有错的 我和小陆哥 虽然我们觉得生完孩子之后 会有很多很多的 让人头疼之处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 生完孩子之后 我们也体会到了很多 你们六位目前体会不到的 幸福和满足感 有的时候我们上班 真的很累的时候 回家之后 你听他抱你 他很乖的那个状态下 我们会觉得 这一天也挺值得 但是可能翻脸 一个小时之后 他开始调皮捣蛋的时候 你又觉得 我后悔为什么 这么早要了这个孩子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 我们的生活 虽然变得喜忧参半了 但是也不得不说 因为他的加入 我们的生活变得 更加的丰富了 我们说出来的话 我们的人生阅历 都有所不同 这个可能是我们 对比你们六位 我们有的一个优势 而且是你们目前没有的 所以不管是生孩子 还是不生孩子 我觉得都是一个 可能都是一个 两难的选择 或者大家需要纠结的事情 只要不辜负自己 做一个以后 不会让自己 后悔的决定就好 对 所以希望大家 我们今天的讨论 也能够引发 各位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们的思考 是的 好 接下来 请小陆哥颁发出 今天的 最嫩活观点讲 好 他又悬念了 今天的最嫩活观点讲 是谁呢 今天最嫩活观点讲 是谁呢 今天最嫩活观点讲 就是我们的 闪闪小公主 孟佳 恭喜孟佳 好的 来 清一张给你啊 希望有照应 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母亲 好吗 谢谢 好的 也同样谢谢 另外五位 我们青春观察团的 各位年轻的朋友 好 祝福电视期间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都能够拥有 君老宝白小镇 橙牛奶的口号一样 越简单越快活 祝福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只要拍摄上传这档舞蹈 就会获得神秘大奖 还等什么 一起跳起来 简单乖 我的爱 把一切全都放开 别再卡 卡 卡 因为我就是小白简单乖 我自在 规刁全被我打败 这一刻 你对所有偷爱 我最精彩